中國在整個太空計畫上面來講的話 確實企圖性非常非常的強 他們也有宣稱就是說 在2030年的時候 他們就要帶航天員去登陸月球 實力為出發 就讓你有話語權 這次這個月背的土壤 對於全世界來講 這是No.1第一次 這就是為什麼讓美國 即使被國際間嘲笑 他還是要硬著頭皮 去提出升級 我們一開始 趕快來關注 這是宇宙間的競賽 誰贏了 中美之間的角力呢 現在已經從地球打到所謂的外太空 而且中國在這場太空戰當中 似乎已經領先了一大步嗎 我們講的就是中國的這個探測器 嫦娥6號 不出意外的話 這個月底他6月25號 就能看著他 帶著從月球背面 採集回來的最新樣本 回到地球 好這次真的叫做 人類太空史上的最大突破 因為中國的嫦娥6號 他著陸在人類登陸月球 從來沒有到過的地球 月球的背面 好除了背面之外 他不但採集 他現在還能成功再回到地球來 中美太空競賽 有機會再進階嗎 我們來看一下了 現在可以說他回歸倒數了 嫦娥6號即將攜帶這個月球背面的珍寶 完成所謂的太空接力 最關鍵在於他是在2號的時間登陸 月球的背面4號開始返回發射 最新消息6月6號他成功跟軌道器和返回器合體 進行了月球軌道的交匯對接 而且他把他從月球上彩繪的樣品開始轉移到返回器當中了 接下來返回器帶回地球的時間點大概就留在6月底的時間 他會降落在內蒙古 好那關鍵就來看到了當然這次的人類的進階史上的突破 怎麼來做觀察呢 我們先問牛老師了 因為過去講到人類史上其實探月的任務很多10次 但是都在所謂的正面限制 背面的限制上尤其你去探踩之後再成功回來 過去是沒有這樣的一個紀錄 那中國大陸這一次的成功突破 他除了我們講的太空任務之外 他背後是不是含有其他的野心 是 中國在整個太空計畫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確實企圖性非常非常的強 比如說這次長河6號應該就會帶著他們在登陸點 也就是月球背面的一個南極的一個盆地 然後去取材一些相關的岩石或土壤的一些相關樣本 他其實帶回來研究來講的話 就可以去不斷的理解或者是瞭解 或者是希望能夠去發現月球的一個起源 或者是比如說月球地質相關的一些變化 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目的 那進階來講的話 能夠在這整個現有的一個航天 或者是太空研究的一個基礎上面 然後更加的去拉伸他的一個相關的一些目標 比如說探測火星 他當然也希望能夠從火星上 帶回一些相關的一些岩石土壤 進一步去做研究 進一步去探求這整個生命的一個起源 或者是火星到底適不適合居住 特別是在整個美國航天局跟歐洲航天局 他們都有在預算或者是議會的一個限制下 沒有辦法去在這個領域大展拳腳的一個過程中間 那中國的一個企圖心 或者是中國的一個自由度來講的話 就凸顯出在整個火星探勘的一個相對的一個優勢 那當然就是說就第三個他的一個企圖心來講的話 也是希望能夠在美國跟美國在這整個航天的一個評比上面 去做一番的一個較勁 也就是說中國他們也有宣稱就是說 在2030年的時候 他們就要帶航天員去登陸月球 那這樣的一個相關的一個目標上面來講的話 也凸顯出 他們也建構了一個比如說在26到28年間 大概可能還要進行兩次的一個月球南極相關的一些探勘 那就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計畫來講的話 其實都跟美國的一些相關計畫 有一定程度比拼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也就是說凸顯出中國的一個企圖心 然後呢他們還似乎希望藉由這整個3D的一個技術 去打印月球的一個磚塊土壤 那打印月球磚塊土壤去幹嘛呢 可能就是為了建造整個月球的一個基地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個前驅的一個操作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其實中國跟俄國也有一定程度的 在太空計畫方面的一個合作 他們也希望號召全世界的一個國家 來參與所謂的一個國際月球的一個科研戰 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計畫 他們也希望就是說 去開發一些相關的一些基礎的一些技術 比如說在整個月球的一個夜間 是不是能夠用一些相關的一些能量的一些技術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種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種探勘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也是中國跟俄國方面的一些 在太空計畫方面的一些合作 那包括我們也很清楚了解 這整個中國它有空間站 這空間站叫做天宮 宮殿的宮 這個天宮它可以容納三位航天員 在裡面待大概有半年的一個左右 那所以就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計畫 或者是它在持續進行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就是說 現今大家也在談 它這個北斗衛星的一個系統 基本上是類比這整個美國GPS的一個系統 那就這樣的一個系統的一些建制的一個安排 或者是這整個的一個時空的一些相關服務 對整個的一個經濟的一個發展 或者是金融或者是農業 或者是整個的一個航海 或者是民航等等 或者是比如說就導彈的一個精確程度 都會有相當程度加總的一種效果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也是中國希望能夠在 整個的一個太空計畫上面去建制的一些相關的一些 能夠凸顯自己本身的一些相對的一個優勢 因為畢竟有這些相對優勢來講的話 在太空計畫或者是月球的一個計畫上面來講的話 它這個發展就能夠跟美國並駕齊驅 特別是中國也有特別提到就是 整個這個月球經濟帶 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建制 或者是一些發想 是 其實我們剛才講到的是中美關係 那中美關係接下來會不會影響到 接下來他們雙方之間在太空站這樣的一個任務挑戰呢 我想要問一下尚志哥 因為其實這一次的長大六號也看到了 它其實上頭也有搭載是歐洲的這些科研設備喔 所以他們跟歐洲的關係合作上是非常密切的 但因為現在美中關係越來越角力 越來越衝突了 這樣的一個地緣政治會不會影響到 接下來中國的科技發展 甚至有人說美國會不會從中作梗 其實中國在航太發展當中跟歐洲一直都是更緊密的 以這一次剛剛就這幾天的這個最新的這個任務當中 那麼在整個歐洲的台工相關的很多科學家 其實就在北京大家一起看喔 而且整個過程裡頭都在講中文 然後他們很多也都聽得懂中文 對 所以這麼密切 當然中國大陸跟歐洲在合作航太方面的這個發展 我想有三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部分是歐洲作為在太空研究當中來講 其實不遜於美國 他們長期來講有非常多的這個Data Base資料庫 所以中國大陸在建制 在整個對於宇宙 包括剛剛講的月球 甚至在航太的這個探索當中來講 可以直接銜接他們過期欠缺的這一塊 而且大家確實是所有都是資料合作 資料共享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部分也不得不說 中國大陸在發展航太的這個技術上 登陸月球 月球的背面 這麼樣的很新的這個能力 其實我相信其實還是很刺眼的 對於美國來說 所以跟歐洲合作有點稀釋 戰略上稀釋的作用 而且中國大陸不只跟歐洲 其他日本各式各樣的 大家都一起來join 所以第三點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也試著透過跟歐洲 跟很多國家合作 這種有點像說太空科技外交 也就是在科技當中跟大家共融合作 跟美國NASA通常來講以他們為準 然後要跟他們合作就要聽他們的 要跟他們下跪 彷彿是這樣子 所以中國這種所謂航太上當中的 國格跟發展的風格跟美國完全不同的 我想這三個特色 但就如同美國其實是在意的 美國干擾 首先他們其實在2015年之後 那麼歐洲跟中國大陸在載人航空器 也就是人在裡面的部分 其實已經停止了 已經將近快10年了 過去其實包括歐洲方面的太空人 跟中國大陸是一起 大家共同是上太空的 所以這是第一點 所以美國的意見 那為什麼 最主要的關鍵是呢 在如果共同載人機具這件上來 你要操作很多的儀器 那歐洲當中一些包括太空船 包括發射火箭等等的 這一些相關的部分的東西 有很多是美國的儀器 那這些儀器背後的技術 如果中國的太空人或等等 一起來操作 是不是有可能從美國角度 會竊取這些相關的技術呢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可以的 第二個部分不要忘了還有俄羅斯 俄羅斯在太空技術發展 或太空的部分的探索就很前驅 所以國際上的一些太空計畫 比如說美國主導 歐洲主導 中國主導 還有不要忘了俄羅斯主導 而且俄羅斯的太空技術方面來講 其實是拉拔過去中國的小老弟 中國現在發展很好 最初是跟俄國學的 所以其實俄羅斯還是有些太空計畫 跟中國合作 因此只要跟俄羅斯合作 中國你要跟歐洲三方合作是不可能 美國絕對不肯的 所以這兩個原因在此 當然無論如何 還是在於我們都知道 中國大陸你發展了解月球 了解科技 像中國現在那個太空望遠鏡巡天 全世界現在最大了 包括在貴州等等 其實你探索更多東西 其實對全人類不都很好嗎 對 話雖如此 你說真的對全人類好 但問題是你的技術越來越好 要知道航太相關的技術 一轉身一線之隔 馬上就變成軍事技術 我相信整體美國干擾 不太願意讓中國大陸在這方面 廣泛合作 特別從歐洲方面學習 或偷盜一些什麼 應該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 所以看你強 你不能太強 那我想問一下紀文哥 當然美國現在態度變得很快 我看到你這次登陸了月球的背面 還踩了一些東西回來 那我當然就要有一些政策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在美國方面怎麼說的 美國現在NASA說 我願意跟你合作 那中國外交部也說 我們當然一直以來 都是維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可是在於雙方關鍵 有一些問題跟困難 就是我們講的沃爾夫條款 好 沃爾夫條款給大家一些背景 就是當年 那時候是在2011年的那個時候 歐巴馬通過的 我禁止美國去跟中國有任何這些 包括太空啦 包括技術 包括合作的任何的相關的接觸 都不行的 那現在中國外交部的這個發言人就說了 我是很可以跟你合作的 我持續開放態度的 但是在這個問題當中 存在的根源就是你的這個沃爾夫條款 如果你真的希望推動我們雙邊合作 這個條件是不是要排除 你怎麼來看現階段來說呢 兩邊真的有可以合作的關係嗎 美國有這麼好心 美國當然沒有那麼好心 我們再回顧一下 中國在航天的這個發展 我必須說 美國對於中國大陸航天發展 其實它是無為的 這個嚴防死守 不讓有任何空隙 讓中國大陸有參與的機會 比如說之前的國際太空戰 說廣邀全世界 獨排中國大陸 那另外 中國大陸之前要加入歐洲的 體力業導航衛星計畫 美國是以強大的政治壓力 也把它排除掉 那這個方方面面這樣的案例太多 但這幾次 嫦娥這個登月這種探測的計畫 其實已經突出一個國際上 不變的一個原則 也就是實力為出發 就讓你有話語權 特別是嫦娥五號 六號 我們看到這個相繼成功 而且相關的越壤 相關的這個越背的探測 這個都是美國沒做過的 或者美國已經很久沒做 也因此以實力為出發 讓中國大陸在這個話語權 和這個實力的地位 它其實和美國之間有很大的肖長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態度 前居後攻 臥富條款還是在那 臥富條款規定 禁絕一切與中國航天方面 包括人員交流 技術合作 但他也開個口子 就是像這種越壤這種採樣 相關的科技 相關的這個成果 應該全人類來分享 因此美國科學家和美國 也有這個權利向中國提出要求 中國應該答應 其實這個事情 讓在中國大陸 也引起很多的一些爭論 那特別是這次這個月背的土壤 對於全世界來講 這是No.1第一次 因此對於說探索月球的行程 還有月球和地球的關係 以及整個太陽系 整個淵源都有很大的一個科研的價值 這就是為什麼讓美國 即使被國際間嘲笑 被中國大陸內部很多老百姓嘲笑 他還是要硬著頭皮 去提出升起 但美國真的有那麼好心嗎 就像剛才上次這個兄講的 因為兩個體制的不同 特別是大家都知道 中國的航天相關的活動 都與解放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比如他航天員 都是這個解放軍空軍 相關的人員來擔任 運載火箭的發射和他的導彈科技 相關的科技密不可分 因此這樣的一個這個現況 其實就讓美國高度擔心 我跟你合作 跟你交流 讓你技術越來越強 那反饋在軍事這個部分 我就反受到解放軍 航天相關科技所帶來的壓力 比如最簡單的 定位技術越來越精準 這個解放軍導彈 未來點名美國的各種目標 不是越來越厲害 然後搖撤技術越來越厲害 我美國在整個地球 毫無機密可言 因此就整個結構 還有兩國的競爭環境來講 美國當然還是嚴防失守 哪怕越長這個厚著臉皮跟你要 這也是例外而已 為什麼 因為反正解釋權在美國的身上 如何解釋 如何開小門 這個都是一家之言 但整體來講 這個禁止和嚴防中國在太空這個部分 竊取美國的科技和技術 這是美國不變的原則 好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呢 我條款還是定在那裡 但是Case by case 這次你東西帶回來 而且是珍貴的東西 你最好還是跟我分享一下 那當然美國也不是省油的燈 它當然有它的太空計畫 不過美國似乎比較focus在 載人上外太空 我們來看一下了 這都是民間的公司在做的嗎 美國的波音公司 好 來看到了美國的波音公司 星際飛機CST-100 6月5號成功升空了 歷經了27個小時的飛行 這兩名太空人順利抵達了太空站 好 那我們要怎麼來做觀察呢 當然就在隔一天之後呢 這個SpaceX也動起來囉 NASA就說了嘛 哇 你這一次載人上太空 是航天歷史上的最大偉大里程碑 SpaceX當然也要跟進了 星艦也來了 星艦的極端高溫試鏈過囉 過去三度試射都失敗 之前我們看到就是 哇 上去之後碰爆炸 那現在呢 第四次成功囉 這一次試射成功的升空了 而且呢 它的降落的地點 都在預定地 射得很準的 它的上級跟下級火箭 在成功完成任務之後 分別都降落在了墨西哥灣跟印度洋 再大的規劃範圍當中 創辦人馬斯克也非常驕傲啊 他說 哇 終於耶 這一次我們團隊取得了史詩般的成就 那 牛老師我們先來看 怎麼來看到這一次的 這個美國的成功 當然我們知道任何一場太空計劃 它都很燒錢 SpaceX上去一次 你不要以為它怎樣 它就是燒掉千萬美元 然後之前蹦炸掉 就千萬美元沒了 你還要算到前面的這些費用 你在研發的時候都要錢 所以基本上小國不可能做這些事情 現在就是這些大國在比拼 再燒錢我都要做 為什麼 面子問題嗎 我們再來看 大家是不是都輸不起 這個部分來講話據說 就像是文剛所特別提到的 這整個太空的一些計劃 或者是太空的一個較勁來講話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無限燒錢的一個工程 無限燒錢的一個工程 你到底撐不撐得過 這個凸顯出這整個太空的一個較勁 是各個強權它全力的一個延續 所以等於就是說整個太空的一個較勁 太空的一個競賽 它絕對是一個硬實力的一個概念 就像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的 這些相關的一些時空服務來講話 對於自己本國的一個經濟 它是有拉伸這樣的一個可能的一個效果 在方方面面 在各方面各領域 不管是金融領域或是農業領域 或是整個航海的一個領域 或是民航的一個領域 包括導彈要射的更精準的這些相關的一些領域來講話 其實都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利多 只要你這整個太空的一個計劃 或者是月球的一個計劃 發展到一定程度的一個水平 或者是領先你的一個競爭對手來講的話 這樣的一些功效 就會非常非常的一個明顯 那也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些相關利多上面 所以各國當然會毛起進來 不斷的去藉由燒錢的一個操作 都要搶得它的一個領先的一個地位 因為畢竟強權只要在這整個太空計劃上面 去搶到了整個領先的一個品牌的一個地位來講的話 你因為門檻太高了 那所以競爭對手要反超你 它就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困難度 那第三個來講的話就是說 這整個太空的一個議程 絕對是未來的一個全球議程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議題的一個設定 也就是說誰能夠去掌握這個全球議程 太空議題全球議程的一個話語權來講的話 它就等於就是說能夠在這整個場域裡面 立於不敗之地之外 它還能夠去把這整個 太空議題的一個全球設定的一個議程 去擴散反饋到其他相關的一些面向 去拉抬它自己本身總體的一個國家的一個權利 是 那基文哥為什麼大家大國我都要平 大國它就資源多 而且它本身有國家發展的需要 特別是太空科技它本身會帶領很多日後新的科技 這個科技可能包括謠冊 有包括傳輸 有包括一些材料 我們從過去美國 大概這個因為美蘇太空爭霸 只是當時它就發展很多黑科技 這些科技後來紛紛開花結果 包括美國的半導體 像隔熱材料 耐熱材料 還有太空的搖撤技術等等 都帶領了美國在經濟領域 在軍事領域等等 還有科技領域 那快速的發展 因此雖然花錢 但它後續的 對你整體國家的發展 它的加成效果是非常大的 這就是為什麼中美大國競爭 在地球競爭不夠 我還要上太空繼續競爭 因為它後面所帶動的效果是非常明顯 而且大家要注意 這次SpaceX第四次發射完全成功 我注意到網路上有直播它整個 穿越大氣層這樣的一個直播的畫面 這是非常不容易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種物體進出大氣層它產生極高的高熱 而你這個相關的畫面 居然能突破它 就相關的高軸 所產生的這種黑障現象 你還是能進行直播 這個畫面裡面大家看到 這個火箭上面一些 這個零件紛紛脫落 紛紛這個散落在這個大氣層 非常清楚 這代表它整個傳輸技術 還有耐熱技術 耐得起這種高溫 極高溫的考驗 試想這樣的一個科技 用在極音速飛彈它的導控 相關的指揮導引 是不是也很有用途 也因此 這是一個很厲害的黑科技 我想大家分國家或內行 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又設計很多的領域 很多的聯想 因此這個太空競爭 不只是大國面子之人 在整個軍事經濟科技 它也是一個赤裸裸的競爭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 要削尖的頭 挪各種預算 挪各種資源 我還是要在太空中 進行爭霸 是 所以從這次的長蛾六號 我們看到 其實它衍生出來的是 各個大國之間的太空競爭 甚至衍生出未來的軍事競賽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今天廣告了 稍後回來看看 艾斯摩爾也對中國出手了 但是會不會讓沉睡的獅子 再一次甦醒呢 接下來會不會推出 下一個華為 馬上回來 這一集我們要來特別 關心在美中 在航太上面的競爭 我們先來看到2020年當時 這個長蛾5號反樣 返回任務圓滿結束之後 中國大陸在今年派出的長蛾6號 在6月2號這一天呢 是這個登上了月球的背面 來特地做了彩樣 那麼6月4號 從月球的表面做起飛之後 帶著圖腦的岩石樣本 準備返回地球 成為世界第一個 完成在月球的背面 我們看到這邊彩樣 並且起飛的國家 並且也在月球的背面 打卡做了一個曝光 我們先來關心的是從 包括了觸月彩樣 一直到我們剛剛講的 放樣等等 整個過程是一條指令 怎麼看這一次 長蛾6號任務的核心 關鍵的環節 請鄉靖老師帶我們看 這一次在大國的 一個太空競賽當中 中國大陸是否已經提升到 另外一個階段 我想應該是這樣講 這一次長蛾6號的任務 這個是集材料 控制 通信 多項科技之大成 最重要的是 它是在月球的背面 它整個的任務全程 是完全自主為之 這個基本上是充分的展現 人工智慧的水準 這就是剛才我要呼應 這個大監獎 大監獎說千萬不要去低估 中國大陸人工智慧 已經發展到真正實用的地步 而且這一次的表現 簡直是震驚世人 這個確實是整個太空事業 發展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在這個整個的過程之中 有很多東西中國大陸 在它的很多運用中相對低調 它沒有那種敲鑼打鼓 但是你只要能夠把它過去 你完全沒辦法控制 一直到任務結束它回來 然後回放全程 發現如此順利 那就是表示 它的人工智慧那個水準 確實它的這個震驚的那個程度 那我是覺得 是沒有什麼好懷疑的空間 好 除了在技術上做了非常多的突破 我們也繼續的來看到 這一次有一些象徵性的意義 就是因為長兒6號上面 插了一個五星的紅旗 畫面上照片我們帶你來看 這個紅旗的部分 是以來自太行山的玄武岩 當時做了一個熔岩 然後拉絲編織製作成的 那有很強烈的上面提到說 有耐輔性還有可以耐高低溫 那其實呢 在過去長兒5號也曾經 尋獲21年前 這個樣本是來自於 粵海玄武岩填補了美蘇當時 採樣任務的一個空白 我們繼續請大千委員來帶我們看 現在中國大陸在這個方面的進展 那另外一頭美國的部分 它其實也是批中國大陸 從地緣政治一直往太空的部分 又要去做發展 美國就開始不開心了嗎 對美國來說 這是它一貫的做法 它總覺得地球都是它的 全地球的每個角落都要被它管 全地球的每個角落都是它發號司令 結果現在接著呢 它又把手伸到宇宙了 明明宇宙這麼大 有這麼多的星球 有這麼大的空間 美國大概又認為宇宙也都是它的了 所以誰把手伸到宇宙去 誰往宇宙來進行探勘 都應該要得到它的同意 事實上三十年前 當美國聯合了這個國際間的很多先進國家 來發展所謂的這個航天的工程的時候 他們是把中國大陸排除在外的 所以中國大陸在過去這三十年 三代的航天人是靠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腳印走到今天 所以當時美國在研發這個太空站的時候 中國大陸並沒有得到任何的技術 結果直至今日 這個讓中國大陸很驕傲的是 中國大陸靠自己的努力 在三十年後他們自己一樣可以 在這個航天站 太空站自己射到這個宇宙 外太空去了 那今天同樣的問題也是如此 就是中國大陸所有的探月任務 都是以嫦娥做代號 所以嫦娥五號嫦娥六號 從嫦娥一號開始 大概2007年發射上去的嫦娥一號 到現在到嫦娥六號了 所以看到嫦娥大家就不意外 這就是中國大陸的探月任務的航空器 航天器 但是我要講的是 對美國來講 美國總是希望把中國大陸卡住脖子 我覺得美國現在是用盡了各種辦法 把中國大陸形塑成為 是一個什麼 全球各民主國家的共同大敵 就像他當時去污名化俄羅斯 去醜化伊朗 都是一模一樣的做法 所以美國現在又把中國大陸這件事情 明明是一個很重要的 航天科技的突破 他並沒有看到 他並不願意在這件事情上 給中國大陸任何的掌聲 他反過頭來告訴你說 這中國大陸把手伸到了這個月球了 插一面旗 就算真的在那裡進行探月任務 怎樣 月球就變成中國大陸的嗎 有這種邏輯嗎 這種話也講得通嗎 我覺得美國這種 這個慣性的去抹黑 這個對他有競爭威脅的國家這種做法 其實在最近這些年來 其實已經沒什麼市場的效果了 那麼更不要講到說 在以哈戰爭爆發之後 美國居然容忍以色列 對這個巴勒斯坦人民做那種種 種族滅絕的屠殺 美國都可以視若無睹了 以後美國沒有任何資格在全球去講 什麼公平正義 什麼自由民主啊 所以美國這種做法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 也都非常習慣了 那麼他這種抹黑 就是一兩天的新聞而已 那也不會因為他這樣的抹黑 中國大陸就停止他未來的 這個航天的研發 或者是相關的任務 那麼只是這一點就可以反映出來 美國的恐慌跟不安 因為美國認為這些東西 都是握在他的手上的 那麼要得到他的首肯 要得到他的默許 要得到他的施捨 這些國家才能夠得到 才應該得到這些技術 可是中國大陸沒靠他 中國大陸沒靠他 而且做得比他更好 就像剛才張金老師講的 在月球背面採樣 跟月球正面採樣 這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這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麼不管是在AI也好 在通訊技術也好 這些都要克服很多的困難 那麼如果真的這麼容易 美國早就在月球背面 採了一大堆樣回來了 那麼為什麼在這件事情上 他的反應這麼大 就是因為他知道 這件事情 如同張金老師講 他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絕對不是採樣那麼簡單 他代表的是中國大陸在 航天科技上 在AI的這個技術上 有了更高層級的突破 才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好 延續這個大陳老師 我們剛剛講到說 在月球的背面採樣 其實在這一次的一個任務當中 他們還特別開了一個微博 帳號叫做 長蛾六號月球探測器 好 畫面上我們來看到 六月三號開張之後 就連發了數則貼文 然後這個IP的位置顯示 是在月球喔 發文語氣也是比較活潑 然後比較人化 他說我是長蛾六號 現在我正在月球挖土 然後放了數張月球背面的影像圖 然後說這是我拍的月背大圖 拿走不屑 好 請雲中老師帶我們看 因為這個就是非常人性化 非常這個可愛 然後很有這個關懷的一個動作 但是我們是呼應一下 我們剛才來賓提到 美國好像都是這樣子在阻止 或是什麼感覺大陸已經趕上等等 但是也不是所有美國的人都是這樣想 事實上美國一位很有名的就是馬斯克 馬斯克他曾經這樣子分享過 他說他做電動車 他做這個SpaceX 他其實有很大為了人類這個 永續發展生存的一個關懷跟理想 那跟這邊大陸的這個長蛾六號 在這個月球背面去採用什麼關係 因為某方面來講 他們也正在去幫助這樣子的一個理想在實踐 因為馬斯克很關懷 他認為地球一天可能會消失 可能會滅亡 那我們要找到一個人 好像以前我們小時候在看那些星際大戰 要去找到一個新的家園 那事實上大陸他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這樣的事情呢 可是他用一種很親切很可愛的方式去呈現 但是就是一個人性關懷 一個它的這個高度是到一個 我們整體人類的一個未來的發展跟關懷 所以為什麼說即使好像全球媒體都報導 但是如果說只是把它解讀成 又是一個什麼插旗啊 或是說一個什麼野心的計畫 似乎就是把這種關懷跟格調呢 降低了不少 是 好除了剛剛我們特別關心到的這種擬人化的這種網路帶動聲量的這些宣傳方式之外 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接下來還有哪些計畫 那美國的部分也當然也有計畫 我們看到中國是計畫在2030年建立一個可以運作的永久性月球基地 美國的部分剛剛其實有提到這個太空站的這個規劃 是預計2028年能夠對接月球的太空站 好現在這個進度是有一些些的落後 不過我們要來持續看到說 嫦娥6號現在做了這麼多的任務 是否能夠為未來來奠定一個月球基地的重要基礎 西方國家也非常的強勁 這個新太空未來的競賽 各自有什麼樣子的看頭跟各自的優勢又在哪裡 張靜老師 我想應該這樣講 我們必須要擔憂到人類所能經歷的空間 這個軍事鬥爭隨之而至 成如大前剛剛所講 美國對於很多科技的研發 一直對於中國大陸保持高度的戒心 尤其對於航太的事業而言的話 大家假如能夠記得 美國有一位眾議員叫做Wolf 有一個Wolf的條款 Wolf Amendment 他禁止在2011年的4月 這個就是已經通過 而且禁止所有在任何航天事業上 跟中國大陸去採取任何合作的立場 所以中國大陸第一次在月球背面去照的照片 NASA去跟他要說要這個東西 那中國大陸手一攤說 對不起啊 你們的這個國會不准我們跟你交流啊 我也很樂意提供你對不對 所以我們未來太空是不是戰場 其實早早就是戰場 但中國大陸會不會要去 我們持續來關心 除了在軍事上 我們來看到美中之間的競賽也在太空領域 這是來自於我們來看到的是 根據美國的優斯科學家聯盟的統計 目前全球90多個國家在太空地區進行任務 而且對這邊的投資是越來越多的 我們特別來看到中國大陸方面的報導 6月2號這一天看到的是 中國大陸的場合6號探測器 成功的登陸了月球的背面 將會進行採集樣本任務 這當中採集的項目包括了 越南樣本還有岩石 這是數十年來太空計劃最新的進展 請教張勳如何看 這一次的計劃是跟中歐合作 其實過去有跟俄羅斯合作 一邊是歐洲一邊是俄羅斯 有沒有衝突性啊 你如何看 那可能會有 我們講說會有重疊性 因為跟歐洲的航空太空總署 ESA這個時候是從2015年開始 這是長爾登月計畫的 因為他幫中國大陸也 他的這個導航 這個月球導航不是地球 月球導航定位 這個相關的技術 歐洲的大學也有做參與 還有包括培訓這個太空人 因為將來就要登陸到月球 這些都有相關的合作 問題是俄羅斯加進來了 那俄羅斯加進來了 中共要跟俄羅斯要在月球基地 問題是莫斯科現在跟那個 在烏克蘭戰爭跟 整個跟這個 我們叫北大西洋公約 跟烏克蘭都處不來了 但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已經開始合作了 那是這個樣子 所以從2015年到2024年的 9年的合作 那可能就要高一段了 對 那將來的時候 因為俄羅斯加進來了 那因為登陸月球 相關的這種科研的技術 還有所投資的成本 非常的重 因為登陸月球不是那麼簡單的 要從地球進入地球軌道 然後離開 進入第二宇宙速度 要脫離地球 要進入第二宇宙速度 然後才到達月球 到月球要減速耶 因為月球的地心力 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的地球的地心力 所以很輕 你要減速 減速到只有三倍因素而已 為什麼 要不然會 整個切線力就切出去了 根本 月球的地心力 根本抓不住這個太空 長蛾 長蛾 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技術上是蠻尖端的 而且這一次有幾個特色地方 它落在月球的背面 月球背面的話 一定有雀橋在那邊 因為你沒有辦法 因為它地球主港 被月球擋住了 你怎麼去控制它 雀橋 沒有辦法 但是問題雀橋還在繞軌道 不是雀橋同步的呢 不是 它在繞軌道 通過的月球軌道 這個時候又接上了 趕快控制它 又過去了又離開了 要等到下一次過來 當然月球的這個 我們叫月球的半徑子之音 都比地球小得多 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的技術上 是比較困難的 背面 正面比較好控制 第二個就是它落在月球的南極 因為南極是有水 他們講的 我們叫冰 有這個水冰 因為他們說月球 科學家估計有 這個一億五千萬公噸的水 因為月球 隕石也好 還有我們講的滬星 撞上去 帶的水就在下面 在那個月球的南極會比較多 還有冬氣 泰蘭雅克山東 是屬於多性氣體 而且它的分子數是比較低的 比較重 它會比較重 會變成這個狀況 都要去做研究 那還要挖 兩公斤的月球土壤回來 可能要分給大家 因為大家都有參與 我都會分到 月球 因為從來沒有人挖過 沒有國家挖過 月球背面的土壤 那不一樣 你挖了挖了 以前的時候 阿波羅計畫是挖的是正面 這一次是背面 而且是背面的南極 因為它落地的時候還注意到 整個在要落地的時候 一直到 還在兩百公尺的高度 懸空 懸在那個地方 看那個落為了謹慎 那個地球平坦 可不可以落那個地方 因為落會翻覆 它是還懸停兩百公尺高度 然後慢慢降落下去 然後再派那個探紙車去挖 挖了帶兩公斤 大概回來 因為只停留兩天 因為電力系統 相關的資源設備只能有兩天 趕快叫離開 離開發射出去 跟原來的那個接 在月球軌道接在一起 再回到地球 所以這個技術都是尖端的 所以剛才講到了 這個要跟歐洲的這種合作之路 可能會因為俄羅斯的加入 可能會告一段落 是好我們看到他現在中國大陸 在航太領域都走間斷了 有一位很擔心的就是 美國的這一位NASA的署長 尼爾森 他特別警告 中國在這十年有相當快速的一個進步 如何看這一場太空競賽 美國會不會被中國大陸給超越過去 那各自的優勢 我們請委員來幫我們看 另外呢也有這個美國的太空軍司令 他特別說大陸將有能力瞄準台灣 直接瞄準台灣 你又如何解讀 現在中國跟美國的太空競爭 可能是全世界最激烈競爭的兩個國家 其他國家都已經原點被拋在後面去 美國當然會很緊張 中國速度不斷的跟上來 而且很多地方的表現 比這個美國還要好 中國大概是預定2030年要載人 登月 美國說那好你2030 我就2026 可是有時候運氣不太好 這兩天他有一個 所謂波音公司做的 所謂的星際飛機 載人太空船的試飛 竟然以前是天貨不好 技術不好 這也是太空人坐上面去了以後 倒數計時開始發現零件故障 又連停住 難道波音公司除了飛機的門會掉下來以外 連這個太空的飛機也中了這麼落場 你那個一般的科技說你同時好幾輛 可能有時候照顧不及也就算了 你現在是這一步 星際飛機你竟然零件故障 這種種象徵的美國的什麼 科技也許再進步 但是美國的工業基礎 沒有辦法足夠撐起他們做很好的火箭 很好的星際飛機 那眼看的 中國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太空的運作幾乎是零缺點 你找不到它什麼時候有出什麼事故 從來沒有 包括這一次長爾6號到月球背面的南極去登陸 很多人以為說那個中繼衛星很容易 那個準確度超高的 那個聯繫 我們的確我們地球的通訊 沒辦法穿透月球到背面去聯繫 所以要在月球跟地球中間做一個中繼衛星 那個衛星是會動的 月球會動地球會動 所以你要精準度抓到你聯繫的 穩定度精準度不是那麼容易 還要指揮剛才張將軍講得非常好 就是它是四件裝的套裝零件 它有什麼 它有這個返回器 還有軌道器 然後還有著陸器 還有什麼上升器 所以四套裝你要把它控制得很好 而且到達月球 月球是沒有大氣的 沒有降落傘 沒有降落傘 你要不斷地去控制到 透過這種中繼衛星去控制說 你用反推力火箭 反推力火箭 這個時候就變成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而且你什麼 還要停留在月球表面上100公尺左右 去尋找適合的地點 因為你知道我要在那邊降落 可是上面沒有瀑布遊路啊 沒有機場啊 不要像印度上次降落的地方 是降落一堆石頭裡面 就喀喀喀的倒了 所以還要在那邊找地方 找好了才下降 而找地方 你要透過中繼衛星控制有難度 大部分還要靠衛星自己的感知器 攝影器傳來傳去去做指揮 而且時間只有15分鐘 為什麼 因為它油料只能夠撐這15分鐘 在空中撐啊 剩下油料是要讓這個什麼 上升器回來軌道的啊 結果它現在很成功著陸了 而且開始在挖洞 而且挖你還要維持足夠的電力 那個電力是要 以前到目前為止 幾乎所有的太空登月潤戶 挖到的是從表面上刮的 第一次要賺到很深幾把石頭 都非常不容易 所以美國一看傻眼了 它顯然已經跑到我前面去了 那如果用在軍事上呢 這些技術每一樣都可以用在軍事上 他當然擔心說會不會有個衛星 就在這個台灣的上空 台灣一舉一動都很清楚 擔心太多了啦 台灣什麼動作大陸上那麼近 他就不知道 而且說如果要直接打台灣的時候 對岸的這個長程火箭炮就可以了 幹嘛還要用到衛星那麼複雜 衛星是用來對抗你美國來的 這個無力資源才比較實際 謝謝委員的補充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最近我們來關心太空領域了 中國大陸計畫的 2030年要實踐的首次登月計畫呢 我們來看到在2020年當年呢 嫦娥5號的探測器 執行首次的地外天體採購 然後呢採樣之後 返回了任務之後 現在呢 中國大陸的國家太空總署發布的 最新消息說呢 這個探月工程接下來 嫦娥6號任務計畫呢 就會在5月3號這一天 由長征5號運載火箭 第二次的要來執行探月的發射任務了 這一次前往的是月球的背面 好 比較特別的是 要在那邊採集月球的這些樣品 然後呢把它帶回 一旦成功也將會成為首個 對月球背面採樣的國家 好 這一次任務有幾個特色 包括呢 它在著陸區可以為月球的背面的 南極艾特肯彭蒂 並且呢增加了國際上面 和歐洲國家的合作等等 好 就在中國大陸要發射火箭 我們也來看到美國怎麼說 好 這是來自於 NASA的總署尼爾森 他認為說中國大陸的太空能力 快速的在發展 有可能引發 他特別提到 說這個月球圈地的行動 就如同現在在國際上 南海上面的緊張情勢一樣 那他還表示 中國大陸現在許多的民用太空計劃 都是軍事的計劃 華府必須要特別來警惕 我們來稍微回顧一下 這個月球上面的計劃 從1969年阿姆斯狀 它登陸月球之後 還有接下來有蘇聯的科技競賽之後 40多年來都沒有在大撒錢執行登月計劃 2007年的時候 啟動了這個是嫦娥登月計劃 現在更要到月球的背面 請問委員如何看 這是不是讓美國持續的焦慮 對美國來講 他永遠都要焦慮 那麼就是 美國原本不需要這麼焦慮的 但是他就是喜歡焦慮 因為他自己越來越弱 然後他怕別人越來越強 所以他現在哪一個方面都焦慮 你們認為美國到底哪一個方面沒有焦慮 經貿焦慮 科技焦慮 軍事焦慮 地緣政治也焦慮 好了現在連太空競爭也焦慮 反正他都焦慮 我剛才講過美國的長久以來 就認為地球是他的就對了 反正他管全地球 現在他也要管全宇宙 所以誰可能威脅到他對於宇宙的管理權 他當然就焦慮了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對中國的人民來說 這是一個很驕傲的時刻 就是大家如果回去看一下 中國大陸的航天發展史的話 30年前 就他們用了30年 用了三代人的時間 他們追上了國際的這個航天技術 在1992年當時 美國結合了蘇聯 結合了西方的國家 開始興建國際太空站的時候 他們是把中國大陸 剔除在外的 所以中國大陸從1992年開始 是自己開始幹的 從自己開始做所有相關技術的發展 在沒有任何其他外源技術 轉移的情況之下 走了30年 他走到了今天 所以當今天在這個太空裡頭 有國際太空站 也有中國的這個天空太空站的時候 這是中國人很驕傲的一個時刻 所以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就是一個老華僑講 他就跟那些航天人說 你們飛得多高 我們中國人的頭 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那麼所以我覺得其實 航天的發展 就可以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以中國大陸的這個 廣大的人口的才智能力 沒有任何這個封鎖 可以真正封鎖掉他們的 就如果今天航天技術 他們花了30年 可以走到這個地步 甚至他們在2030年之前 他們要執行 這個載人登陸月球 這樣的一個動作 就跟美國一較長短 因為美國自己 有一些相關的計畫 可是最近看起來 又有一些延誤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對中國人來說 當然很令人值得驕傲 當然對美國來說 他當然就很值得焦慮 那麼其實 美國也沒有什麼必要 好焦慮的 太空這麼大 就在多飛兩個太空站上去 到底能夠威脅到你什麼 可是美國長期以來 就是習慣幹這件事情 他要把他的假想敵 設定成為一個邪惡的軸心帝國 所以他當年怎麼設定蘇聯 在這個中東怎麼設定伊朗 現在就怎麼設定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 現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邪惡的 一帶一路是為了債務陷阱 所謂的經貿 是為了低價傾銷 然後現在連太空 也是為了要發展什麼軍事部署 然後威脅全球和平 這是美國長期以來所設定的 很愚蠢的那種低級的 設定對手的方式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這樣的方式 我不認為會對中國大陸 造成什麼太大的影響 當然唯一的影響 就是剛才Ross講的 就是美國國會議員 在編預算的時候 可能會多給一點 因為他們覺得有危機感 所以多給一點錢 但是對中國大陸來講 三代航天人 花了30年的時間 走出今天這條路 我覺得當然是 對於中國人來說 是很值得驕傲的一件事 同一個問題要請教Ross 你也認為 你應該這樣講 你有認為美國有炒作 中國威脅論嗎 你認為他剛剛特別提到說 這個太空的 有關於太空領域的事情 美國他有把它 就是形容成很邪惡的一個計畫嗎 確實有這樣的事情 我不會用炒作的這個字 來形容美國的動作 反正中國跟美國 已經是進入冷戰 這個冷戰的戰場有很多 有商業貿易的戰場 有很多地區不同的地方 不管是非洲 南美洲 中東 也是一種戰場 南海 太海也是一個戰場 連太空也是戰場 所以美國不得不做 他認為該做的動作 然後包含 譬如說 美國也是來進很多國家 明年相近的國家 都有簽所謂的Artemis 協定 就是一起合作發展 跟航太的相關食物 所以美國認為對國家安全 該做的美國就會做 但是我同意美國 當然是有一點焦慮 因為看中國這麼快 對航太有發展的這麼成功 當然美國會很焦慮 現在美國的焦慮下 我們持續看到中美之間 在月球上面的競爭 美國方面在2017年 當時提出了一個計畫 叫做阿提米斯計畫 這個2017年當時真的很關鍵 原因是當時的時任 美國總統川普任內成立的目標 當時說我們要一起的 把太空人送上月球 然後還說要在月球的表面 建立一個永久的基地 接下來把這些經驗應用在火星的任務上面 不過我們知道 這個阿提米斯任務 最後是一言再言 最後現在是說 最快可以在2026年才會出發 再來看到中國方面 中國大陸現在從2013年以來 是已經登陸了月球三次 他也計畫說要帶人類上到月球 這個計畫的時間是在2030年之前 要把人類登陸送上月球 並且在南極這邊要來建立基地 兩邊的這個佈局規劃想有點不太一樣 張靖老師如何看這個彼此的競爭 我想大家要了解這個中國大陸 在推行這些 所謂航天事業上面來講的話 它有一個滿重要的事情 它不會去做一個就是說 這個砸價錢 然後只會追求國家榮光的250 它的每一個的做東西 都是帶一個火車頭 而且有很多東西它都要能夠創收 也就是說這是標準的中國人的個性 我做任何事情 都要能夠帶動後面的收益 否則沒有錢滾錢 那就沒有後續的推動 這是很嚴肅的事情 所以它有很多東西 樂意去跟人家分享 很多東西樂意去跟人家交換 有人問過中國大陸說 你這樣開放 你把這些知識給人家 對不對 你不怕人家很關鍵學會 我們要知道 今天我把計算公司給你 你還要有那個計算機 你才能做了 對不對 你有這個知識 你還要有那個裝備 天時地利人和條件太多 所以我在覺得 就是我們今天觀察這個 沒有說這個中國人的品格 比別人高尚 而是比人家更務實 知道這個事情 今天與其講那些漂亮話 好像我們比別人強或是如何 那是沒有用的 最重要的是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賺錢的生意 賺錢的生意 它就可以永遠維持 而且越做越好 假如只是一直在砸鈔票 沒有任何東西回收 終於有一點會垮掉 好 中國大陸他開放他的太空站 給大家分享 剛剛張靖老師已經幫我們提到 就是說他樂於做這種分享 難道美國方面就沒有嗎 NASA沒有嗎 布老師怎麼看 我剛剛有提到這個 Altemus Secure 美國是開放給很多國家加入 所以美國也是給很多國家機會 不會配合美國這個航太的研發 但是我想美國不會給太多的 航太方面的秘密 給所有的加入這個Altemus Secure 這個也是不可能的 反正美國 雖然你們會認為不好聽 但是美國還是要維持 它在航太的優勢 這個也是實現到國家安全 所以這方面 美國有一點空間 可以跟別的國家合作 包含NATO西遊國家 但是最後很多事情 美國不會在航太方面 不會想跟其他的國家合作 特別是在最尖端領域的部分 還是要保住 航太事業之中 本身就有很多東西 是軍民兩用科技 我支持Ross的看法 美國對於希望某些軍民兩用科技 或者說這些敏感性科技 不會外流到不正當的人手裡之中 你知道讓恐怖分子 將來可以做出相關的武器 他確實是很鄭重 就這一點而言 北京也把這個東西抓得很牢 就是說他雖然跟人家去分享 但是他非常重視有關輸出管制的事情 中國大陸希望能夠跟全球去接軌 然後去守這個規範 其實向美國取經 美國是全世界對於輸出管制 最嚴格的國家 所以中國大陸也從美國那邊 學了很多這些東西 所以一方面學這個東西 一方面也分享別人 這是一個健康的態度 否則你就是必走自身 你的東西最好 你拉力頭的兒子 永遠你的最好 對不對 這樣子是沒有進步 你必須要相互刺激才有進步 就跟我們跟Ross一樣 相互刺激我們都有進步 我以為我們有要補充的部分嗎 對 其實從中國的 我剛剛講到的航天科技這30年 我說1992年到2022年 當時神舟14號跟神舟15號 在太空對接的那個時刻 30年的時間 從30年前美國封鎖 把中國大陸排除在外 中國大陸花了30年的時間 有今天的成果 那麼同樣的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同樣的例子一樣放在半導體 今天美國認為 把中國大陸做半導體 全面的孤立 不給你光科技 不給你任何的原料 不給你任何的設計 不給你任何的資源 不賣給你任何的東西 那最終的結果 是逼著中國大陸 自己去投入所有的研發過程 掌握世界賴動 全球觀點 正在環球發展前面